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的父亲周吉是一名大学教授 此时他正和助手福部翻译着一些文稿 他们在词典里看到了弗里德·里希·里斯特的名字 父亲说这并不是那位音乐家里斯特 而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业务官僚主义的人 记者这时也回到了家 他和父亲的工作做完没有 周吉还上六七页的手稿没有一碗 但是却想打一会儿麻将 记者笑着说那可不行 周吉虽然是父亲 也只能像孩子一样听从女儿的安排 第二天周吉和女儿一起乘车前往东京 他准备取消手稿 记者则打算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两个人告别后 记者在银座遇到了父亲的好友小野斯 小野斯看出记者比之前胖了些 身体似乎恢复得不错 并打算请他去看美术展 记者则说他要先去买缝纫机的针 晚上两人一起来到了多喜川饭馆 父亲也是这里的常客 小野斯问记者累不累 记者玩得很开心 并不觉得累 他已经好久没来过这里了 小野斯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非常过分 竟然开始有人用弹弓去打西江龙盛雕像上的鸽子了 记者听说了小野斯再婚的事 在他眼里 再婚是不体面的 甚至是丑恶的 这样做对他女儿也不公平 小野斯笑着感叹 自己的样子都让继子觉得丑恶了 他喝了一杯酒 然后用毛巾擦了擦脸 接着问继子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继子调皮的说 一点都没变 小野斯准备拜访一下周吉 于是跟随继子回到了家 继子还把父亲之前 拉在饭馆的手套带了回来 他总是这么马虎 周吉问起继子 体检结果如何 继子说指数正常 已经不用担心了 战争期间 继子每天都被强迫争取劳动 还要为家里采购几十斤的食物 因此才累坏了身体 落下了病根 小野斯告诉周吉 自己的女儿 发誓24岁以前绝不结婚 不过继子已经27岁 也是时候出家了 小野斯感叹 战后的重建 让这里完全变了样 他已经分不清 东南西北和大海的方向了 这天 继子与父亲的助手福布 一起骑自行车 眼海都疯 他们骑累了 便坐到海边休息 继子问起福布 对自己的看法 福布感觉继子 不是个爱嫉妒的人 继子却说 自己很爱嫉妒 俗话说的 切萝卜的时候 总是断不开的人 就是自己这样 福布不解 萝卜和嫉妒有什么联系 继子却反问他 喜不喜欢吃连着的萝卜 福布笑道 偶尔吃点也是可以的 姑姑向周吉提起自己参加过的一场婚礼 她觉得 新娘吃的太多实在是太失礼了 当年自己出嫁的时候 只顾着伤心 根本没怎么吃 周吉反而认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战争导致食物短缺了很久 现在是时候好好吃点东西了 姑姑提起 继子的婚事 她觉得福布不错 想让周吉去问女儿的意思 到了晚上 周吉果真向继子提起了福布 女儿表示福布这种类型的人很不错 应该会是一个好丈夫 听到妻子这么说 周吉喜福望外 忙问他愿不愿意嫁给福布 妻子听后却突然笑了出来 他告诉父亲 福布已经订婚了 订婚对象是他们的共同好友 周吉很吃吃惊 神情也变得落寞起来 福布虽然有了未婚妻 但还想邀请妻子去听音乐会 妻子不向福布的未婚妻误会 于是拒绝了她 无奈之下 福布只得独自来到了演奏厅 妻子心事重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不知在想些什么 此时 妻子的好友林来到了家里 周吉拉进座店 让林坐到了自己身旁 林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离婚之后做起了素纪员的工作 周吉得知 林可以做英文素纪 只谈她了不起 林的父母开始时 还想让她再找一个 被林拒绝几次之后 便不再提及此事了 林斌不是讨厌婚姻 只是不喜欢听父母唠叨 两人正说话时 妻子回到了家 林慌忙起身 却不料腿已经麻了 妻子很高兴林能来 两人一同上了楼 他们聊起同学们的现状 其中有人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还有人为婚姻辞去了工作 周吉为他们端来了面包和茶 却忘记拿白糖和勺子 妻子笑着埋怨 父亲总是这样丢三那四 她听说一个同学已经怀孕七个月 却还没结婚 不禁直呼可怕 但林只是淡淡地回答 这些事都是定数 妻子还是早些结婚比较好 妻子笑林没有资格指导自己 林却觉得自己只是丢了一分而已 她下次会打个好球的 妻子听着她的话 痴痴地笑了起来 不久之后 妻子来到了姑姑家 在院子外面有一群孩子 正开心地打着累球 妻子问表弟怎么不一起出去玩 表弟却一言不发 没有回答 妻子看出表弟是和姑姑吵了架 还有可能哭了鼻子 不仅嘲笑她 就是个爱哭鬼 姑姑此时走了进来 她刚刚招待的客人即将离开 提出想让妻子去打个招呼 这位客人是一位名叫三伦的端庄女性 她本是位好妻子 但丈夫早早去世 独留下了她一个人 姑姑再次提起出嫁的事 称她想为妻子安排一场相亲 对方叫佐竹 是东京大学理科毕业生 家世显赫 工作也很好 长得很像美国演员家里库婆 妻子告诉姑姑 自己还不想结婚 她担心出嫁之后 父亲会不习惯 他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多年 没有人能比自己更懂父亲 为了照顾父亲 她可以永远不结婚 姑姑沉默了半傻 之后告诉妻子 那位三伦夫人 或许可以代替她来照顾父亲 而且周吉也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听到这里 妻子的神情一下就变了 她表示 如果父亲没意见 那自己也没有意见 说到这里 妻子已经红了眼眶 不久之后 福布将婚礼请柬送到了周吉家 不巧的是 妻子二人一起出门看能月了 有人感叹 福布的妻子很漂亮 但在这之前 她一直以为妻子是会嫁给福布的 剧场里 妻子二人专注地看着舞台上的表演 周吉突然像坐在远处的某个人 打了个招呼 妻子顺着父亲的目光看过去 发现坐在那里的正是三轮夫人 剩下的时间里 妻子再也无法专心看戏 心思全转到了父亲和三轮夫人身上 回去的路上 妻子不愿再和父亲同行 她快走几步 却向了路的另一边 傅宇两人各自走着 谁也没有说话 这天 妻子来到了林的家里 她想通过工作来逃避相亲 并问林宿记员难不难学 林告诉妻子 如果不是离了婚 自己是不会出来工作的 并劝妻子好好考虑一下出嫁的事 妻子听林这样说 心情变得更差了 她放弃了留下过夜的想法 提前离开了这里 不料回到家后 父亲也向她提起了相亲的事 父亲认为 见过面觉得不合适 再拒绝也不迟 她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但妻子却不这么想 她愿意和父亲一直生活下去 周琪笑着说 那是不可能的事 虽然有妻子在身边很好 但这是很自私的 她不能只顾自己方便 过分地依靠女儿 对我 如果你是想不想想 既然有人偶爾给您的父亲 是谁? 就说爸爸 像小野寺的伯父 女儿会成为了吗? 那今天呢 是就设定的吗? 是真的吗? 妻子见父亲如此决绝 转身回到了房间 周琪看着女儿伤心的样子 有些手足无措 她挤出笑容对妻子说 你会去的对吗 大家可都为你的婚事操心呢 去吧 就当是为了我 拜托了 妻子没有回应 而是失声痛哭起来 纵使如此 妻子还是去参加了相亲 左逐一家都很中意她 可妻子迟迟没有表态 急坏了作媒的姑姑 她让周琪抓紧问问 妻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在这时 姑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钱包 她觉得这是个豪彩头 婚事肯定能成功 说完便把钱包收了起来 周琪困惑地看着她 问她不把钱包交到警察局吗 姑姑信誓旦旦地说 会的会的 重要的是 这是个豪彩头不是吗 两人继续向前走着 姑姑却突然加快了脚步 原来是一名警察 从后面走了过来 林也听说了 妻子向心的事 她觉得条件 这么好的人十分难得 可妻子认为 这样的包办婚姻 还是不太好 林却觉得这样再好不过 依照妻子的性格 如果没有家人安排 她可能永远都不会结婚 妻子听着林的话 觉得也有一些道理 周琪与姑姑正在家里 等着妻子回来 姑姑认为 妻子的性格 其实是很保守的 说不定是在一些小事上犹豫 比如佐竹的名字 熊太郎 听着会让人觉得 胸口毛茸茸的 周琪笑道 古本的好像是妹妹 而不是女儿 姑姑不以为然 并说现在的年轻人 对小事的在意程度 可是超乎想象的 这时 妻子终于回来了 姑姑急着跑去问她 是怎么想 妻子躲不过追问 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 姑姑只觉得了却了一桩心事 真是谢真谢地 她觉得 捡到的这个钱包 果然是个好兆头 周琪叮嘱她 记得叫到警察局去 姑姑笑着说 我会的 不用担心 周琪担心女儿 是被迫答应的 记得沉默扮上 回答自己 完全没有这么想 周琪不好再多说什么 一个人发起了呆 不久后 妇女二人来到京都 准备最后来一次 共同旅行 小野四一家 在这里招待他们 两家人一起去了高台寺 周琪感叹 京都真是平静 不像东京 到处都是废墟 小野四问妻子 她再婚的妻子 看着丑恶吗 妻子则 参怒地打了小野四一下 转过头 跑开了 晚上 妇女二人准备休息 妻子对周琪说 她之前一点都不了解 小野四的妻子 就说了那么难听的话 现在开来 那真的是个很好的人 他们是很幸福的一对 怎么能说是丑恶的呢 周琪安慰女儿不用担心 小野四是不会介意的 妻子接着说 自己原本也非常不愿意 爸爸再婚 这样继续说下去是 周琪却已经沉沉地睡着了 我怎么可以叫她 我煮的 所以我会让你吃一点 但是我心想给你 我一人就会 我一人就会 你会有哪一位 我就是男的 你 女的男的 你会有什么 妳的 我 夜 所以我育想 如果我育下 这是女的 嗯 转眼便到了离开的日子 周济觉得这次旅行真的很开心 甚至还有点意犹未尽 想再去那两晚上一天 他有些惋惜地对棋子说 早知如此 过去就应该一起去各地走一走 这一次 应该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的二人旅行了 以后就有佐竹陪女儿一起了 棋子沉默了半傻 告诉父亲 他什么地方都不想去 只要和爸爸在一起就很开心了 即使出嫁也不能比现在更快乐 他很满足于既有的现状 即使爸爸再娶个太太也没有关系 但那是不一样的 那是,如果婚成了最初是幸福的可能性 如果婚成了快要快要成为幸福的想法 我认为是不错的 幸福是不等待的,也就是自己作出的 如果婚成是幸福的话, 不然有這種人生,不是新的夫婦, 不然有新一種人生, 有新的家人生會成長的幸福。 你母親是最初的幸福。 隨時有很多事情, 在座所的墨子中泣在一起, 有幾個父親的幾天看到過了。 但我母親很辛辛苦了。 祭子于是不再多说 并为自己的任性道了歉 周琪点了点头 说祭子能明白就好 他不希望女儿带着对自己的留恋嫁人 并说 祭子的未来一定会幸福 未来的某一天 如果想起今晚的谈话 他相信两人都会开怀大笑的 祭子面色欺然 只说一定会让父亲见证自己的幸福 转眼之间便到了出家的日子 姑姑看着盛装打扮的祭子 觉得要是他妈妈能看到就好了 周琪看着女儿 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正于离开时 祭子突然跪到地上 感谢了父亲的养育之恩 周琪蹲下身子 嘴里不住地说着 你会幸福的 你一定会是个好妻子 送走女儿后 周琪与林来到了多喜川饭馆 两人惦念着远嫁的祭子 不禁有些伤怀 林问起周琪再婚的事 周琪向他坦白 自己并没有再婚的打算 而是为了让祭子安心出嫁 才撒了这样一个话 这集回到空荡荡的家里 有气无力地坐了下来 他瞪大眼睛 神情有些寂寥 接着拿起一个苹果削了起来 苹果的皮越削越长 他的面色也愈发欺然 当他削到一半时 苹果皮断了 周琪黯然地低下了头 而远方的大海 波涛依旧 晚春是由小金爱尔朗知道 励志众 袁杰茨等人主演的影片 上于1949年 这也是微剧场 在东京物语 秋刀鱼之位后 所做的第三部 小金爱尔朗的作品 因为电影 比1953年的东京物语 还早四年 也当然比1962年的 秋刀鱼之位更早 所以 可以在风格上看出 和那两部的区别 虽然同样 都是讲述家庭生活的电影 也和秋刀鱼之位 一样都是嫁女儿 但观众却可以 在晚春这部电影中 撇见一种 不同于秋刀鱼之位的味道 这种味道 要用形容词描述的话 可以说是一种暧昧感 因为它不像东京物语 或者秋刀鱼之位那样清晰 虽说那两部里面 也有段序的情节叙述 刻意的过程省略 但导演需要观众脑补的 仅仅是场景 与场景之间的跳跃 场景内部 所讲述的故事 是清晰的 但在晚春这部电影里 单一场景内部的故事 都有着强烈的 二异性与暧昧感 以至于每个场景 都可以做不同的理解 甚至到结局时 都不能得出 唯一的封闭故事解读 不得不说 这种粘稠与暧昧的感觉 让它成为了一部 相当具有特色的小金电影 为了说明这种特别的趣味 我会在下面使用一些 恋人这样的形容词 但这些词语并非本意 希望大家可以 把它理解成为一种 为了表达感觉 而勉强为之的折衷用词 比如 影片在刻画周期 与女儿这对妇女时 有种对他们之间感情 过度强调的倾向 甚至刻画方式接近恋人 比如女儿看到 父亲假结婚对象时 她表现出来了强烈的敌意 而这种敌意 似乎是有些过度了 影片后面的旅馆场景 也很奇怪 在之前一个场景里 女儿和父亲睡在同一间房 女儿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 说自己只要和父亲在一起 她两手握着 有点像是爱情片中 表白的拍法 随后 似乎是突然的 父亲一改之前 温柔好脾气的形象 突然拿出家长般的眼力 对女儿猛烈地教育了一番 女儿表面上被说通了 但却是满眼泪水的微笑 充满离别的落寞 而父亲 其实也是不舍得女儿的 他曾说出 生女儿不如生儿子好 因为要嫁人 侧面表达出 他对女儿的不舍 周期与女儿之间 当然是完全纯粹的 父女之情 但导演却用 很戏剧化的对白 与镜头语言 对观众进行了 具有二意性的引导 随后 就算观众 潜意识里 似乎感觉到导演 要用镜头来讲些什么 但意识还未感觉到的 暧昧时刻 又给出了一个 确定性的结果 把观众 从迷惑中拉出来 请注意 这个暧昧 不代表男女情感上的暧昧 而是代表 具有二意性的 暧昧不明确的感觉 小金爱尔朗 用这种暧昧的处理方式 增加了悬念 提高了观众的观影兴趣 是很有意思的 影响技巧 而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 很容易让人 联想起李安的 《卧虎藏龙》 在《卧虎藏龙》里 李木白嘴里说的 是要指点于蛟龙 要收他为图 但影片却用镜头语言 反复渲染 李木白与蛟龙之间的暧昧 以至于让原本 单纯的故事线 呈现出了一种 二意性的表达 让影像信息更加丰富 从而具有 反复观看与思考的趣味 再说到 《卧虎藏龙》的暧昧感 女儿同学林 遇见周吉的场景 也是相当有趣 周吉是以她 坐到自己身边的坐垫上 林很高兴地坐了过去 并且和周吉聊得相当投入 但当女儿回来之后 林马上站了起来 并立即靠向了一旁 她站得太过快速 以至于起来时 还觉得脚麻 这也是有一种 微妙的肥皂剧感觉在里面 在这个 只有父亲和林的屋子里 女儿的出现 似乎有种 抓到两个亲密一性 在聊天的感觉 而林站起身 并且马上远离周吉 似乎也有一种 被发现的掩饰 当然 影片最后林对周吉的吻 呼应了前面导演 就埋下了这种暗示 总体来说 小新所使用的 这种暧昧的虚实处理 是如此微妙 大多数观众 甚至都不会意识到 但却在潜意识中 被埋下种子 以至于后面 林吻周吉时 竟不觉得突兀 无独有偶 这里的处理 也让我想到了 《卧虎藏龙》中 于秀连看到 李木白和御骄龙 洞内运工的桥段 那种微妙的 捉肩般的气氛 一切都在前台词里完成 这样看来 李安的这种狡猾 与小心思 其实和小新一脉相承 从李安导演 对东京物语的 超高评价来看 他应该是研究过 很多小新的作品 以至于这些细节的手法 也都很类似 当然 周吉假意和寡妇结婚 却被林所喜欢的人无关系 也容易让人想起 《隐身男女》里的老猪 说得太远 先收回来吧 晚春影片的主题 是非常难以体练的 这种难度 主要是来自于 电影本身的暧昧特性 但我们仍然可以 尝试分析一下 从表层故事来看 他讲述了女儿的出嫁过程 一场父亲埋下了骗局 还有女儿对父亲 是否虚显 这个观念的前后改变 在这个故事里 美国这个相对新的元素 和日本相对传统的元素 有着比较多的对立 考虑到影片拍摄于 日本战后 被美国占领的年代 这似乎是 蕴害着时代的意义 在那个时代 传统思想 比如像 女性离婚是不好的 老头子再娶妻子 很肮脏这种观念 应该相当深入人心 但同样 像林这样不依靠男人 离婚以后非常独立的女子 也慢慢出现 并逐渐多了起来 而小野斯这样 年纪大的男性 去前娶了妻子 应该是反传统的 但他实际上 也相当幸福 最后父亲 向女儿驯化了那段 父亲让女儿 和祖祖军一起 两个人在未来 共同创造幸福 他说 这是人生 和人类历史的 一种秩序 但他同时又说 和丈夫在一起 并不是一开始就幸福 但很久以后回味 就会变得幸福 因为自己当年 和他母亲就是这样 所以 从这句话来看 电影想表达的是 在日本这个 新旧交替的社会中 人们不一定愿意 接受新的社会秩序 与观念 如同妻子 不愿意结婚一般 但是 很多事情 并非是经历前 就能知道的 一旦一个无法抗拒的 必然事实摆在面前 比如 美国文化 融入日本传统 又或者是 妻子必须要结婚 无论是主角 主动地接受现状 又或者是 被动地接受现状 总是要接受的 虽然开始是 本能的抗拒 但一旦 无可抗拒的事情 发生之后 人们就会开始 寻找其中的幸福 这个命题 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影片中间 有一段非常长的 能乐表演 很多观众会觉得无聊 不过 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 所有的土地都会被叫化 甚至花和树 而剧情里面提到的 妻子的丈夫 长得像美国明星 加利库珀 这些应该都有着 类似的暗示意味 从这些看来 故事主题应该如此了 但到此为止了吗 又似乎有点不太够 这样解读 确实是没有错 但小金在全片所用的这种 存在感很强的暧昧手法 却不能在电影的主题中 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作为一个电影大师的作品 无疑是有些遗憾的 那么按照这个思路 有什么思考方向吗 我想到了一个段落 福布说妻子不是个爱嫉妒的人 妻子却说 自己很爱嫉妒 俗话说的 切萝卜的时候总是断不开的人 就是自己这样 福布问 萝卜和妻妒有什么联系 妻子却反问他 喜不喜欢吃连着的萝卜 福布笑道 偶尔吃点也是可以的 这段对白看似和主题无关 而且有点不知所云 但就像秋刀鱼之味和东京乌鱼那样 小金二郎常常会在故事里面 安排一个 看似与主线无关的小段落 用于点出主题 我突然想到 切萝卜的时候总是断不开 这种藕断丝连的感觉 和影片中的暧昧感 倒是相当一致 福布和妻子在一起时 他们处在一种暧昧的关系中 似乎是没察觉到 自己对对方的感情 但当福布订婚之后 这种暧昧变成了确定 但随之发生的 就是他们突然间 意识到了自己对对方的感情 妻子突然如同失恋般的大哭 然后拒绝福布约他去音乐会的票 而福布虽然仍是去了音乐会 却没有带他的未婚妻 他之所以没有带未婚妻 应该也是在这种断绝关系的确定性中 意识到了自己对妻子的感情 那么这种暧昧与确定 也即连着的萝卜和斩的萝卜 其实可以和前面父亲 对幸福的论述放在一起 父亲说 我和你母亲也不是开始就幸福 但母亲已经失去了 而父亲怀念他时 回头才发现他当年曾经是那么幸福 会不会是这样 导演想要表达的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思想 也即 幸福常常具有暧昧不确定的特性 如同连着的萝卜和切断的萝卜一般 如同身在一段关系中的人 并不能察觉到这段关系的美好 当我们在幸福里面的时候 是常常感觉不到幸福的 但是当我们失去幸福的那刻 却突然察觉到幸福的存在 比如妻子和福波 开始没有意识到彼此的感情 但当他和福波要分开时 才万般惋惜 意识到之前的美好 而父亲之前和女儿同住时 似乎觉得也很品尝 但察觉到要分开时 却又难以言说的孤独 即使有年轻的灵向自己示好 也只能独自一人在家中审伤 这件事情令人感慨之处在于 人常常在失去的时候 才能感觉到幸福 但感觉到幸福时 幸福却又已经无助追选 这就是一个人生的哲学难题了 身在其中 不懂珍惜 回头懂了 却已失去 那么幸福 到底是不是一种真实的感觉呢 还是它本身就具有 薛定额猫般的暧昧性呢 日本总会接受美国的文化 国民总有一天会很幸福 妻子和左竹总会在一起 他们有天也会很幸福 但这个幸福是真实存在 还是后知后觉呢 也许 这个难题就如同片尾 远方波涛依旧的大海一般 本身就是客观而无解的 对于身处在 永恒改变世界的人来说 幸福是捉不住的 人似乎不能做什么 只能感慨 并把回忆长留心中 然后嘴角微笑 或许 这就是一种人生常态吧 侯小贤导演曾说 晚春是他最喜欢的小金电影 透彻极了 小金二郎的电影 虽然年代久远 却很经典 总是可以给人带来思考 关注公众号 沐鱼水星 回复小金 就可以看到 小金二郎的微剧场电影专题 专题中 还有公众号专属语音 现在就拿起手机 赶快扫码关注吧 我叫沐鱼水星 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和微信公众号 几分钟光影体会生活 一段故事温暖人性 感兴趣的话 推荐区块原片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